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是再彈多少,加一個問號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美妙 高開後,全日高位增持 從上28,000點,最後收市 以高位增持,全日升703點 收28,202點,成交增加一點 雖然不算特別多,是1051億 今天市能夠彈升 手機設備股,其中一個彈升最強的股份 包括信譽光學10% 信譽光學厲害,另外騰訊也不少,也有4%的進漲 13元,上升的13元又多,大同的市 就升到700多點上去 講講整個市的形勢 昨日節目看到,是雙底大戰黃昏之星 結果是怎樣呢? 是雙底大勝黃昏之星 彈的幅度比預期更加厲害 昨天估計會彈到27,800左右 估計,誰知道現在出來 是比27,800更加多 大勝了,雙底大勝黃昏之星 接著會怎樣呢?會彈多少呢? 可以從以後方面分析 首先呢 是消息面方面來看 今天事業能夠彈得這麼厲害呢? 主要是受到中美元首通電話 詳情就是特朗普約 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 結果 習近平應約 大家談完之後 就決定了 在未來的G20峰會 就會見面 會談談貿易的問題 大家一聽到這樣的消息 第一時間解讀就是中美貿易戰的情況又轉機 所以 這股份 就全部彈了 由美國開始彈起 亞洲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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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上去 港股是彈得比較厲害的 一個股市 其他都沒有那麼厲害,港股特別厲害 彈了2%又多 但其實 港股這樣彈法 或者環球股市這樣彈法 某程度上來說 都是有原因 但可能彈多了 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 為何會這樣說呢 一方面 其實習近平和特朗普 會在G20峰見面 其實某程度來講 方向上來說 都估計都會的 因為 其實我在上星期的 IN編輯寫了 估計 特朗普會做一個不成員的轉身 這時候逐些說法就是會轉態 會轉態 找中國坐下談 原因就是 特朗普承受著 國內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壓力 經濟方面主要來商界 商界 不斷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 取消關稅 更加就不好 對他威脅 對另外三千億的中國貨品加徵關稅 更加不好做這件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特朗普已經備受壓力 因為 這些團體威脅說到 如果 對於三千億貨品徵收關稅的話 就會令 美國損失二百萬個職位 GDP會跌1% 一個百分點那麼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會有 令特朗普感受壓力 與此同時 他在政治方面 也不是太理想 最近的情況 因為 根據民意調查顯示 特朗普給民主黨 現在民主黨的人在競逐 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資格 現在比一比民調 發覺特朗普竟然被其中五個 有意去競逐的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的人的民望 還要低 換言之 特朗普現在 在政治上的情況 是一般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被迫做一些事情 就會挽回民望 希望在明年的大選 能夠臨壯 再贏一贏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說 特朗普 找中國談 方向上 其實都不出意料 即是估計範圍 在估計之內 只不過 時間 昨天來說 是快了一點 在這種情況之下 既然方向上 是不出意外 只是時間快了一點 所以在今天 這樣彈彈之內 相信 大致上 消化了 特朗普和習近平 通電話的好消息 再推動 港股上的 力度 相信都不太大 從這方面 第一個方面講 第二個利好消息 可能大致 在市場上 消化了七七八八 在說什麼呢 就是聯儲局 今晚儀式 一年兩晚 今晚第二晚 明早就會出結果 最近股市上升的其中原因 就是大家憧憬聯儲局 就會 6月不減 都7月 必減 而且憧憬今次會議 會議中釋放 甲信號 大開 減息的方便之門 在這種情況之下 市場人士都憧憬了 聯儲局會有動作 而且是利好股市的動作 但實際情況會不會這樣呢 大家都要特別留意著 因為 最近美國出來的數據 並未是一面倒向淡 雖然 之前月初的就業數據 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 其實 從三個月平均數來講 不是太差 第一 第二 在零售銷售 以至 消費者信心方面的數據 都不是太弱的 換言之 從經濟數據來講 美國方面 並未全面向淡 情況之下 聯儲局會不會 立即急轉軚 大放甲 這是值得 要有個保留 第二個 更加是 近來特朗普非常 進取地向 聯儲局施壓 特別向鮑威爾施壓 最新消息說 白宮原來在研究 要等鮑威爾冬菇 而記者問到 這個報道 問特朗普的時候 特朗普怎樣回應 他就說 那就要看看鮑威爾 有什麼表現 在意識前夕 特朗普這樣說 很明顯 就是向 鮑威爾施壓 鮑威爾在這個壓力之下 會不會有所動作 換言之是不是 反彈 反彈出來 令到 特朗普的施壓 是適得其反 所以大家要留意 第三個消息面就是 畢竟到現在 這一刻來講 全球 投資者對經濟放緩 以衰退憂慮 仍然是揮之不去的 按最新的 未想的 基金經理調查顯示 仍然有兩個 重要因素 令大家 特別是基金經理 非常憂慮 就是 第一是貿易戰 第二是經濟衰退 以至令到 這班基金經理 對股票的 投資比重 在降落 是有紀錄以來 是最低的 有調查以來 是最低的水平 顯示 經濟衰退憂慮 是揮之不去的 而是實際上 看看這個圖 美國十年期 國債知識的圖 只有2.075 仍然在低位 浮沉 換言之 從債券市 價格表現來看 投資者仍然擔心 經濟變得一般 所以不斷賣入債權 消息面 顯然 並不支持股市 繼續大幅反彈 技術面也是 首先 上映指數 今早彈到前浪頂的阻力 受制回軟 出現之 少的陰燭 顯示 2950點 至3000點之間 阻力不小 與此同時 國債指數也是 雖然走勢比上映 但是 出現一個 吊頸 起碼近次吊頸的走勢 顯示高位 10800點 有不少阻力 恒生指數 都是這樣的情況 而且吊頸的狀況 更加標準 顯示高位 28300點之前 已經有阻力 事實上 前浪頂的阻力 28400點 加上 整個跌浪的反彈 0.5倍 就是28500點 顯然28500點 是有阻力 以至 在關口之前 出現吊頸的狀況 所以再彈多少 點題幾個字 28500點 就差不多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